女孩第一天转来这个学校 自己的姨妈就匆匆到访 但是女孩并不知道 后面的男孩们却兴奋极了 直到其中一个男生提醒她 她才知道 小妹将手背在身后 身体僵硬地走出教室 当她坐在马桶上 才反应过来 开始崩溃痛哭 第一天开学就经历大型射死现场 她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此时 厕所门外有三个女孩子 他们给小美带来换洗的裤子 虽然小美确实需要这条裤子 但是她不想再经历一次嘲笑 毕竟刚刚课堂上的声音有些刺耳 好在女孩们能够理解小美 于是透过门缝 将裤子递给她 他们还十分贴心 等小美出来 四人一同前往食堂 只是在食堂里 大家的眼神都不太友好 甚至有几个好事之徒 给小美取了侮辱性的外号 在三个女孩的陪伴下 小美并没有感觉多么不舒服 四个人很快就成为了闺蜜 这天小美坐在教室里 明明没有多少同学 但是她的耳边 依然能够听到闺蜜们说话的声音 为了搞清楚这一切 小美举手请假 打算去洗手间看一眼 但她刚一离开座位 就被人恶意绊倒 面对嘲笑与霸凌 小美只能忍受这一切 她刚走出房门 就发现闺蜜们一脸激动等在这里 他们告诉小美 自己是女巫的后代 天生就带有魔力 她应该也是他们的同伴 小美猛了 我也没收到霍格沃茨的通知书啊 女孩们想要证明给小美 于是他们带着小美来到树林 按照书上的记载 四个女巫聚集在一起 就能够开启女巫的传承仪式 于是他们用石头白起法阵 在上面撒上磷粉 这样就能够与天地之间的灵气连接 随后他们念动咒语 想要召唤魔力的源泉 蜡烛无风自灭 四周开始发生奇妙的变化 等到女孩们睁开眼睛 一只蝴蝶就悬停在他们之间 这也就意味着仪式圆满成功 在场的四人都深刻感觉到 隐藏在体内的魔力被唤醒了 为了更好地成为女巫 刚刚成为女巫的孩子们 决定在古籍中 寻找更加强大的能量 这次他们选择的是女巫秘制古方 女孩们坐在特调的药狱中 激活自己体内的女巫之力 他们好像修炼着了魔 都不知道自己掌握了多么强大的力量 小美回到学校 校霸还想着继续霸凌她 没想到小美已经成为了恋家子 她怕一个连舞鞭 本来只想点到为止 但是校霸直接就飞了出去 看懂这一幕 其他人都静静呆了 你知道开过光的女巫有多么强悍吗 她们随意可以飘在空中 看到柜子上的辱骂 她们可以指尖点火 抹掉这一切 甚至可以随便冻结时空 在食堂里找乐子 随着女孩们能力不断增强 她们之间的感情越发深厚 而且也不再满足日常生活 天降将大任于四人也 自己拥有这样的能力 一定是为了改变一些什么 于是四个女孩潜入校霸的家中 找到她的贴身用品 在里面加了许多调料 做成老八秘制小汉堡 送给校爸一份改头换面的大礼 令人意外的是 调料才撒了一半 校爸就回来了 危机情况下 女孩们只能冻住时空 趁机溜之大吉 回去的路上 她们兴奋极了 自己可是干了一件大好事 第二天 学校的生理卫生课上 老师正在播放相关视频 一个满脸通黄的男生 开始自由发挥 气氛变得很尴尬 然而这个时候 校爸一反常态 正气凛然维护课堂秩序 同学们怀疑她被夺赦了 但是只有女孩们知道 这是老爸秘制小汉堡生效了 她们感觉自己就是 成了阳善的英雄 于是越发高调 在学校里简直没有对手 到了学期舞会 女孩们都在精心打扮 想要把场子炸翻 但是总有一些 看不惯别人好的 小美的化妆技术 被一个同学羞辱 好在改过自新的校爸 给小美送来了暖心安慰 非常不巧的是 小美是个恋爱脑 她还以为是自己的魅力 吸引了校爸 全然忘记了 校爸能够这么贴心 全都是因为女巫的调料 这种掌控旁人的感觉 让女孩们着迷 她们在舞会上玩得忘乎所以 使用魔法越加顺手 丝毫没有想过 魔法给旁人会带来副作用 小美也已经恋爱脑上头 只想着和理想校爸谈恋爱 为了拉近与校爸之间的关系 小美拿着校爸的衣服 给她下了的爱情咒 果然 校爸直接就对小美上头了 她们就像真正的情侣一样 爱得难舍难分 她以为这就是幸福 没想到校爸当天晚上就嘎了 得知这一切的女孩们后悔不已 她们躲在厕所里哭出痛苦面具 为了自己的闺蜜们不再痛苦 小美决定说出真相 校爸的离世 可能是因为自己下了爱情咒 其他女孩一听 纷纷谴责这个恋爱脑 要不是她乱下咒 校爸也不会打 小美猛了 自己固然有错 但是却也不愿承受指责 一旦群体中存在矛盾 那么她就变得十分脆弱 轻轻一指变可推动 人命在前 现在她们已经开始怀疑 魔法的存在是否正确 女巫犯了错 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吗 这个女巫给校爸下咒 但校爸没过多久就与命了 此后她噩梦缠身 每天都在经受内心的拷问 这天小美从不安中惊醒 打算下楼喝点水 却目睹了自己的继父 在家举办秘密聚会 她回忆起刚与母亲 搬来继父这时 她的身上总是有一种 让自己不太舒服的感觉 现在自己成为女巫 继父的行为昭然若揭 很可能校爸的离世 就是继父搞的鬼 于是她找到母亲 想要提醒她注意继父 但是看着妈妈 你就知道小美的恋爱脑是哪来的 为了说服妈妈 小美开始翻找证据 居然被她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 自己是领养的 第二天 校爸的葬礼如期举行 小美的情绪波动达到顶峰 她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魔法了 于是她找到闺蜜们 想要询问是否有解决办法 但是闺蜜们还是在为小美乱下咒声器 并不想为小美提供帮助 小美情绪失控 离开的时候直接把妈妈撂倒 看到小美无法控制魔法 女孩们一致决定 将小美的魔力封印起来 小美失去魔力 回到家里 刚好看见母亲在收拾行李 她以为是母亲想通了 想要离开继父 但是下一秒 母亲就显出原形 她居然是继父伪装的 小美直接被继父放倒 另一边 女孩们还是放心不下小美 于是用招魂术询问校爸 竟然意外得知了事情真相 校爸离世与小美的魔法无关 是小美的继父搞的鬼 而此时 小美弟继父已经带着小美来到树林 原来她是一名女巫猎人 之所以娶小美的母亲 就是为了接近小美 想要把她除掉 女巫猎人坚信 世界上就是有了女巫作祟 才会催生出无数的恶 校爸的离世也只是她倒霉罢了 得知真相的小美无力反抗 正当她准备给小美最后一击时 时间瞬间被冻结 小美的闺蜜及时赶到 他们要联手对抗女巫猎人 但是继父老谋深算 她每杀一个女巫 法力就会增强一分 这些小女巫都不是她的对手 关键时刻 他们念动咒语 将继父用火围起来 然后就像他们审判女巫那样 让她葬身在真理之火中 这个女巫猎人最终自食恶果